另外这样骑车也太危险了 一个阿婆在大马路上连续四次的站立骑车 而且一边骑一边跳舞 这个红绿灯的时候竟然还拿出了扇子来 在大马路上练武功 一旁的骑士看了之后真太傻眼了 拿出相机把所有过程拍下来 但是我们要提醒这个阿婆 这样子站着骑车危险的行径 最高是可以吃上两万八千元的罚单的 这次半夜大马路上一位阿婆悠悠哉哉骑着车 突然间 哇塞这位阿婆卡古也太能Q 竟然上演站着骑车的危险动作 而且一连站了两次不时做出大鹏展翅的动作 站着骑车还不够 阿婆把双脚往后一伸 勾住摩托车自为超拉风的冲冲冲 不时更换骑车姿势 阿婆不仅骑车TEMPO十足 挺红绿灯时也要累不公 跳完魔幻手之舞 阿婆继续跳起观音舞 接着手往口袋一摸 竟然拿出跳舞道具 这个举动让路人看傻眼 阿婆骑车虽然五位十足好有TEMPO 但是站着骑车的危险动作 以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最高 可是得吃上两万八千元的罚单 严重还可掉扣赔照三个月 生气阿婆的道路骑车秀可是得赔上不晓得 罚单代价中 新闻高费用台北 综合报道